来看到旧金山联合广场的高级名牌店LV遭到抢劫 商店门口的玻璃是完全被打碎 里面的商品也被洗劫一空 一名抢匪正要开车离开时 警察飞奔而来 狂打车窗终于将人逮捕 另外呢 前几天在芝加哥的LV 则是有多达14名的帮派分子进入店内趁火打劫 抢走了大约有333万台币的商品